為什麼就出現這個 來 特寫一下 我們是好直帝的提案大會 然後我是哲偉 然後另外一位可能是 詩賢 好 蘑菇 你要蘑菇 蘑菇 詩賢 都可以 我們其實這一階段就是 因為地都已經找出來 然後剛才 今天也有一些朋友 也有提到有挑幾塊地來看一下 那主要就是說 我們早上有demo 一下說 目前可以用地圖找 或者用標籤找 但是現在我們用的方案 大概比較陽春一點 所以點開各個基地的時候 它沒辦法變成一個固定網址 也沒辦法分享 然後版型上可能也比較受限於 一些圖文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其實每一塊基地大家往下再去探討 應該還有蠻多的資料可以整合 那我們這邊就參考的是在 紐約的一個獨台網站 那基本上它也是 有一個線上的地圖 然後有一個 針對每一塊地 讓它有一個討論區的做法 所以它每一塊地 它其實都可以把 它的相關資料或基本資訊匯整 所以這個方向就是我們在思考說每一塊地如果讓大家更好方便去 不管是分享內容或分享資訊的時候 會整合在裡面 那接下來我就請蘑菇提一下可能往下做的方向 嗯 今天我們今天就是討論完說 按進去的那一頁會有很多基地的一些詳細的內容 然後會把 其實之前哲偉整理了相當多的文字資料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那些分析過的資料 然後把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頁面展示出來 那今天就是 其實大概就討論到這邊 那還有會 嗯 對就是 就是會把一些 譬如說 嗯 那個林務局有提供一個樹種 就是台灣原生樹種的一些建議 那我們會可能會把一些樹種的 的介紹就是會串 嗯 台灣有一個生命大百科 然後他有一些很詳細的物種介紹跟照片 把它串進來 然後跟那個基地放在一起 可以讓大家想像說 就是 這個地方可以種什麼樹 然後也會提供 今天早上哲偉講的一些那種 模擬的工具 讓大家去 民眾參與去 去測試說 這個地方如果種樹種出來會變什麼樣子 對 那今天 嗯 目前我 我自己後台是 用那個 Python Jungle 那就是把一些文字資料整合的資料櫃 那 前端還沒有開始 今天 就是 對 就是這樣子 歡迎大家現在一起來 參加 那我們順便廣告一下 因為明天 因為很多地嘛 總是要去看一看 所以明天上午我們有跟 另外一個專家朋友約說 10天要去看一塊地 哇 哇 我覺得這應該不是交流很熱 反正 如果他真的有 有興趣路過可以去 就是我們是約在 內湖運動公園的公車站牌 我們想要去看一塊地 基本上是一個雜道交流道 就是高速公路下來 大家不是要繞很大一圈的那一種地 那一種地其實就是要做濾化 我們在法規上也是就是要濾化 那其實早期可能大家就覺得除草就好了 那現在大概就希望多種一些樹 所以可以看得到 其實官方自己也有種了一些 在2002年的那個衛星空洞 其實也一棵樹都沒有 所以可以看得到官方是有慢慢在種 所以我還是去看一下說現況是怎麼樣 那所以剛才提到說 這塊地位是一個交流用地 所以他就可以跟林務局的推薦 樹種清單做LINK 甚至如果再更進一步可以是 推薦北部地區的原生樹種 就是大家要看 劉局有沒有提供更詳細的資料 那因為他是坐落在這個台北市 然後他有一些基本的特性 所以我們在 我們自己也有盤點一些案例 就同樣是交通用地的好的案例 那也可以直接做對照 那後面我就很快提一下 還有幾個基地可能太遠了 還沒回去 一個是在高雄潔定 我想特別分享一下 他是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綠地 但是前陣上是一個垃圾掩埋場 所以我怎麼知道 他以前地下是一個垃圾掩埋場 可能要透過標案資料 就過去的公共採購的標案等等 那我們有用的這個Grathop的一個環境分析 還有三維度的分析的結果 也可以作為未來的判斷 那如果對於那個接警律視率有興趣的話 我們有做這個MIT開發的GPedia 然後在台灣 試著把它跑跑看 那所以 你可以看到 街景拍出來的一棵樹 可以判斷出它有一個綠視率 那不過 如果是綠色的鐵皮 也會算進來 那相關的工具都在我們共筆上面可以看到 謝謝